因為大道路有先天的條件 所以說大車不管大小車都是在大道路 就是包含就是中坡力 影響最大的是中坡力 所以說你承包商的話你要特別注意 大型車你看外面都是一些什麼發生事故的話 都是大量的大型車 所以說那邊的交通一定要有一個完善的管理 不管你隨時都要有在那邊做一個交通的指揮 不要讓民眾來或受傷或怎麼樣子 這個空氣品質的話你一定要把它做出來 交通一定要交通最要緊的是交通 你說這四周的話你說六十四米的話 那個綠帶的話確實有大一點 講一句公道的話 剛才那個小姐講說應該也要平均方式來 不然哪一邊的話讓它平均 你知道大家好不好啊 這樣對我們的民眾 就是說周邊民眾相當的有一些 有一些有不平等的大意 不要說單邊一個人在顧 顧定的時候 說那些都退都退 那些講話都退 那些講話都不讓他 讓周邊的人說沒有這個機會 說那個有平均當勢來 有個利貸來大家共同平均 這樣子采訪 事業不正確 請那個杜花吉海重新再調整一下 這是重點的 所以大家同意嗎 同意 謝謝 謝謝理長 我們會再嚴格督促這個統括上 不要再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謝謝 另外就是綠帶的部分 他沒有回答你綠帶的部分 他沒有回答你綠帶的部分 他沒有回答 李主任 主席 還有各位今天來與會的鄉親 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